穿打扣 好 下一步我们用左手边的雨线 我们来穿两颗黑色 一颗白色 一共三颗珠子 回穿 打扣 下一步还是由下边这根雨线 我们来穿 两颗黑色 一颗白色 三颗珠子 回穿打扣 下一步走线接一颗白色 右线穿两颗黑色 回穿 打扣 下一步走线接一颗 右线穿两颗黄色 回穿打扣 左线接一颗 右线穿两颗黄色 回穿 打扣 下一步走线接一颗白色 下一步走线接一颗白色 左线穿 两颗白色 两颗白色 回穿打扣 它是用这根左线穿 两颗白色 一颗白色 一颗黄色 回穿打扣 下一步走线接一颗 右线穿两颗黄色 回穿打扣 左线接衣 右线穿两颗 回穿打扣 左线接衣 右线来穿两颗黄色 回穿打扣 现在我们来穿大发车的最后一排 我们用下线 就是左线 穿一颗黄色 一颗白色 一颗黄色 回穿打扣 就是车头车动那个地方 大家需要看一下自己的图纸 图纸颜色是什么 然后下一步 左线接一颗 右线穿一颗 红色 红色 一颗黄色 穿打扣 下一步 左线接一颗 右线穿两颗黄色 右线穿两颗黄色 回穿打扣 左线接一颗 左线穿两颗黄色 回穿打扣 现在这个大巴车的正面呢 我们就做完一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下面一步 我们要做车头的侧面 车头的前面那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样品 样品我们现在就要做这一部分 一二三四高四排 我们来做车头的这一部分 好 现在我们用这个 上线 也就是我们这根左线 我们来穿 用上面这根左线 我们来穿 三颗黄色 一圈打扣 下一步 左线接一颗 右线穿两颗黄色 回穿两颗 左线接一 右线穿两颗 右线穿两颗 回穿打扣 左线接一 左线穿一颗红色 一颗线穿一颗 一颗中蓝 就是车头前面的那部分 是什么颜色 大家就穿什么颜色就可以了 下一步 然后就用这个根下线 就是左线 穿 三颗中蓝 回穿打扣 下一步 左线接一颗 右线穿两颗 回穿打扣 走线接一 右线穿两颗 回穿打扣 下一步 走线接一颗 右线穿两颗 白色 回穿打扣 下一步 还是用这根 左线 就是上面的这根 线 我们来穿 两颗 两颗白色 一颗黄色 回穿打扣 左线接一颗 左线接一颗 右线接一颗 右线接一颗 黄色 回穿打扣 下一步 左线接一颗 左线接一颗 右线接一颗 右线穿一颗 黄色 一颗白色 黄色一颗白色 一颗白色 我穿打扣 下一步走线第一 走线穿两颗中蓝 回穿大颗 下一步还是用走线穿三颗 两颗中蓝 一颗白色 回穿打扣 走线第一 又线两颗黄色 回穿打扣 走线第一颗 右线 穿两颗 回穿打扣 走线第一 走线 穿两颗白色 回穿打扣 下一步 我们还是用这根鱼线 穿两颗白色 一颗黄色 回穿打扣 左线进颗 右线穿两颗黄色 回穿打扣 回穿打扣 下一步走线第一 下一步走线第一 右线穿一颗黄色 一颗白色 回穿打扣 回穿打扣 左线第一颗 左线穿两颗 中南 回穿打扣 下一步 还是用这根左线穿 还是用这根左线穿 两颗蓝色 一颗白色 回穿打扣 左线这一颗 右线 两颗黄色 回穿打扣 回穿打扣 左线这一颗 右线两颗黄色 回穿打扣 左线这一颗 左线穿两颗白色 回穿打扣 下一步 下一步我们用这根左线 这根鱼线 穿一颗白色 两颗黄色 穿打扣 这一颗黄色 这一步穿完之后 下一步 左线这一颗 右线穿两颗黄色 回穿打扣 右线穿一颗 右线穿一颗黄色 一颗黄色 一颗蓝色 回穿打扣 下一步左线 接一颗黄色 穿两颗黄色 回穿打扣 这个侧面 我们就编好了 还差最后一排 最后一排的话 我们是需要和 第一面连接在一起的 第一面连接在一起 这是我们第一面 编的小汽车的正面 然后这是最后一个侧面 我们要把质量面连接在一起 让它成为一个长方体 长方体 所以说我们在这一步的时候呢 第二个侧面 我们就少穿一排 少穿一排 下一步我们用这个 用下面的这根雨线 也就是这根走线 我们来穿 首先先穿一颗黄色 穿一颗 这根雨线穿好之后呢 我们要接 第一面的第一排 第一面的第一排 上面这颗白色的珠子 我们穿过来 接过来 接过来之后呢 我们再用这根雨线 穿一颗黄色 回穿打扣 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两边 接在一起了 下一步呢 我们就需要 左线接一颗黄色 右线接一颗红色 就是说左右两边 各接一颗 接好之后呢 我们用右手边的雨线 穿一颗黄色 回穿打扣 下一步 左线和右线 各接一颗珠子 我们用右线 穿一颗黄色 回穿打扣 下一步 下一步 我们左右线 各接一颗珠子 用右线穿一颗黄色 回穿打扣 这步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把多余的鱼线 然后绕起来就可以了 就是说这个鱼线 我们先不讲 可能就是我们 留在别的地方 还是有用的 留在这上面 还是有用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 绕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要 现在是要做的 就是这个灯 就是汽车 汽车前边部分 有两个这个黄色的 地球珠啊 由黄色地球珠来做的灯 我们这个是 每个交车配的颜色 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黄色配的是红色的 这个料 就是这个料包里面 有几颗小珠子 我们现在来做一下灯 这个灯的珠圈 是五个珠子 一个珠圈 鱼线不要剪特别多 就一小节就可以 所以我们就剪个两小节 剪好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线上 穿五个这样的小珠子 穿好之后 我们把这个左线 从这个珠子的右边穿过去 从它左边穿到右边去 那两根预线交叉在这个珠圈上面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不打扣 不打扣 不然这个线还是稍微粗一点的 又在这个珠子上面 然后我们整一下这个位置 好 这步穿完之后呢 我们再用其中一根鱼线 借一颗 或者借两颗 借两颗珠子 就是往旁边穿一下 穿两颗 让这个鱼线呢 从在中间部分 好 这个样子 方便我们打扣下一步 方便我们进 然后呢 我们来找一下车的位置 位置我们可以看图纸 或者说看 我们来看样品 样品这个图纸上可能是没有标的 然后就是样品上面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一二三 就是这个正面正侧面的一二三四 第四个珠圈上面 全红色的这个珠圈上面 我们来数下 一二三四 就是这个珠圈 就是这个珠圈 我们把这个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放在这之后 我们把这个鱼线 从这个四珠圈的旁边的两个孔穿下去就可以了 我们就是说把这个珠圈记在它这个上边就可以 就是我们找这个四珠圈旁边都会有孔的 所以我们把这根鱼线 从它旁边孔穿下去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绑到这个后面就行 它呢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然后我们就是说把在它后面 在它背面 我们把这个地方打结 就跟平常我们打死结是一样的 就记在这个上面就可以 这个节呢 可以打个两三下 牢固一下 然后牢固一点 然后再把多余的鱼线给剪掉 这是第一个根就上好了 我们来做第二个 第二个也是 用小节鱼线 穿一下 穿五个珠圈 然后把左线头从它的珠子的左边穿到右边 把这个珠圈拉到中间 然后我们再绕 再借这两颗珠子 让这个鱼线呢 在这个珠圈的中间部分 方便我们打结 这步完成之后 我们来找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在 白色 红色 就是车灯前部分 上面的这个四珠圈上 一二三四 一四颗 我们同样是把它给绑在这个上面就可以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看 不匀 谢谢 我们来看看 这里有一个珠圈的 很快 谢谢 我们来看看 这个鱼红色 我们来看 好 包好之后呢 我们把多余的线头给剪掉 这个洞的位置呢 我们就穿好了 我们来做其他部分 然后就是把我们刚才剩余的线呢 给绕在这个地方 拿个绳子在这绑一下就可以 这部分我们来把它折一下这个汽车的大型 但是我们就是侧面的第一排啊 我们把它对一个部分给折一下 折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上下的是它的车身 它的车身是在这一排彩色的 都是很明显的标志 只要看见彩色的地方折一下就可以了 这呢就是一个大巴车的整体啊 大体的轮廓 好 腌出来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做就是腌窗的上半部分 也就是说 呃不是腌窗 是玻璃的上半部分 也就是这个部分 然后加上一个底 就是这个部分 加底我们要做一下 我们再准备一根新的雨线 好 准备好新线之后呢 我们把这根新线 这是大巴车没有门的那一面 没有门的那一面 我们从这边第一颗珠子 往第一排的第一颗 我们穿过去 把新线从这个地方穿上来 穿过去 然后两个线头对齐 我们先用 我们先用这个走线呢 先穿两颗 两颗黄色 回穿达克 这一珠圈呢是三珠圈 这是一个三珠圈 下一步所线接一颗白色 好 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顺着自己 顺着就是说怎么方向顺怎么来 所以我要 我要把这个车尾对着自己 车尾对着自己 这样做是比较顺手的啊